中国和泰国再次展开合作 只不过这次歼10C迎战英师战机 是否有些欺负人家 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随着我国国力日益强大 在国际上的地位声誉已经非同往日 不光如此 各国也纷纷和我国打好关系 比如柬埔寨和泰国 前段时间泰国还购买了一批我国的海军装备 也就是对我国军事力量的肯定的表现 最近中泰又展开合作了 不过似乎有点不友好 是真的吗 近日中泰空军联合在泰国皇家陆军乌龙空军基地举行 应及2019联合训练 据海外报道称 此次中国出动了歼10C战斗机和空警500预警机 而泰国可能派出的是JAS-39C英师战斗机和SAAB-340预警机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双方将会展开联合训练和模拟对抗 歼10C的性能自然不必多说 光机上配备的相控阵内达 前世红外探测系统就让探测性能和抗干扰能力 比歼10A等强了一大截 而且歼10C近中远程都是装载霹雳系列导弹 这也能让歼10C在空战中占尽优势 而泰国的殷尸战机 很大可能不会是歼10C的对手 那么我们与殷尸战机是否是持强凌弱呢 其实并非如此 安排这两种战机模拟对抗的原因 还是要从殷尸战机的配置说起 殷尸战机配备有脉冲火控雷达 中程导弹采用AIM系列 近程导弹则采用红外成像格斗空空导弹 总体来说 殷尸战机的作战特点和F16战机比较像 在如今的局势下 我们急需提高与装备F16的假想敌进行模拟对抗 以吸取战斗经验 在以前的中泰空军联合演习时 我国也派出苏-27与泰国殷尸战机进行模拟对抗 让泰国吸取战斗经验 从而改进自身空军烈士 为迎战假想敌做好准备 所以中泰的联合训练 其实是一种平等互利的行为 此外 我国这次派出歼10C还有一点重要原因 在去年珠海航展上 我国展示了歼10C一战斗机型 这款机型就是歼10C的出口型 而泰国近年和中国开展了一系列军事合作 此次正好是向泰国展示歼10C战力的机会 未来说不定泰国就是歼10C的出口市场之一